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1年10月11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中印关系 可能大家呢,已经是看到了新闻 就是10月10日的时候呢,中国和印度的军长级的会谈 进行了第13轮的会谈 但是双方呢,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双方现在呢,等于说是从去年五六月份的加勒万河谷的那个冲突之后到现在 一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印度呢,挺让中国伤脑筋的 哎呀,印度这事呢,说实在的,就是英国遗留下来的 英国呀,美国呀,他们这些西方人呀,真的是不干好事 亚洲好多的纠纷都是他们搞出来的 本来中国和印度之间,边境也没什么事 就是英国搞来一个什么进行测量,然后画一条线 画出来的这条线 再加上当时呢,清朝政府的时候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抗议不利还是怎么着的 结果呢,就遗留着问题,就说不清楚 印度呢,就认为 就应该以英国人画的线为准 那以前呢,我就不相信他就没有历史记载了 以前的那些历史记载呢 就都不认了,就认这个 占便宜行,一看到占便宜也就瞪起眼来了 就是这样的 那这个美国也没干好事啊,对不对 最典型的就是钓鱼岛这事儿 那钓鱼岛,你美国都承认这钓鱼岛就是中国的 但是你为什么交给日本来管呢 是不是 现在美国也承认这个钓鱼岛呢,就是中国的 他虽然说呢,我不介入你们这个主权之争 实际上呢,如果这个主权不是中国的话 他肯定得来劲了,说这不是中国的 他得向着日本,对不对 他现在不向着日本的呢,就已经是说明问题了 这个钓鱼岛它就是中国的 结果呢,你把这个管理权 你给日本干什么呀,就搞到这事儿 南海也是 日本投降以后呢,还出这个军舰 让中国到南海去收复这个南海的地盘 那些岛屿还都是用美国的军舰的名称 来命名的那些岛屿,对不对 然后之后呢,又去鼓动菲律宾 西方竟干这些事儿 这些乱全都是他们搞出来的 他们有意搞出来的 现在就搞这个台湾的这个 反正就是说呢,我们自己人打 打的越乱,对他们越有利嘛 对吧,一定搞一个南方北方 要搞一个南朝鲜北朝鲜 要搞一个大陆,搞一个台湾 其实在蒋介石跑到台湾之前 他们还试图想让国民党和共产党南北分治呢 对不对 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就关于这一次印度和中国双方进行的这一轮的谈判 以及呢,印度一方这两天所造的这个谣言 环球时报就做了一个报道 同时呢,在报道里面也给予驳斥 我们就来看一下环球时报是如何报道的 环球时报的这个报道的名称呢,是这样的 印媒造谣解放军越线被扣 消息人士辟谣,中方例行巡逻被无理阻拦 坚决反制后完成任务返回 说旨在解决中印两军边境对峙的第13轮军长级会谈 10日在双方实控线中方一侧的墨尔多会晤点举行 在会谈的前一天 印度陆军参谋长纳拉瓦内却放话指责中国军队 仍在边境地区大规模集结 并强硬的声称印军也将继续驻留当地 一些印媒借机大肆造谣并炒作解放军士兵 在藏南地区实际控制线附近越线被扣 中方对此及时进行了辟谣和澄清 与此同时中国社交媒体释出多张疑似去年加勒万河谷事件中 被俘印度士兵的图片震动了印度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前锋 10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 这些深深来迟的图片是中方对印方造谣声势进行的理性回击 中方从不挑事不愿刺激印方 不想炫耀这个战果 但我们也不怕任何挑衅 以进行两轮脱离接触行动 据印度快报10日报道 中印第13轮军长级会谈 当天在双方实控线中方一侧的摩尔多举行 印方消息人士称 谈判将涉及如何解决中印边境西段拉达克地区温泉区摩擦点的问题 印度斯坦时报称 印中两国军队在实控线附近的对视已持续了17个月 在8月的上一轮会谈中 双方同意将部署在哥格拉17A巡落点的前沿部队后撤 以前在2月中旬 双方将军队和武器装备从班公湖地区后撤 报道中 尽管今年双方已进行了两轮脱离接触的行动 但各自部署在拉达克的部队仍有5、6万人 了解此次谈判情况的官员称 此次谈判旨在缓解有争议的实控线沿线的紧张局势 重点将是就部署在温泉区的对视部队脱离接触达成协议 温泉区是双方在实控线的主要摩擦点之一 双方自去年5月以来在该地区一直处于对视状态 前锋10日对《环球时报》表示 中印第13轮军长级谈判 主要集中解决中印边境西段巡逻点对峙问题 自今年2月双方在班公湖地区脱离接触以来 在主要地区的对峙已得到缓解 这种局面有利于维持现阶段边境地区的稳定 也便于双方在完全脱离接触的基础上 协商下一步西段边境地区的管控措施 他说中方在中印边境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 就是始终致力于维持边境的和平稳定 在解决双方在西段脱离接触的问题的同时 也继续保持各段的稳定 中方博士印媒谣言 自2020年中印在加勒万河谷地区发生边境冲突以来 两国关系持续走低 为了推动中印关系重新回到正轨 中方做出了各种努力 包括在印度遭遇新冠疫情 沉重打击之际给予印方大力的支援 对于边境问题 两国军长级会谈已进行了12轮 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当第14轮军长级谈判进行之际 印方态度却不那么对味 印军高层不断地释放强硬信号 一些印度媒体也借机大肆地炒作 中国士兵越线入侵 被印方扣留的谣言 印度斯坦时报称 在中印新一轮军长级会谈开始前一天 印度陆军参谋长纳拉瓦内 在一个会议上指责称 中国军队从去年边境争端爆发后开始的 大规模集结在继续 为了支撑部队的集结 中国一侧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样在进行 此事令人担忧 这意味着他们将驻留在那里 如果他们驻留此地 我们也会这样做 在我们这一侧 兵力集结和基础设施建设会和解放军做的一样好 纳拉瓦内还得意的声称 印度军队具备快速反应能力 双方对峙是印度军队过去一年 在情报预警等方面实现了更多的目标 这是印军现代化的推动力 印度一些媒体借机造谣 并大肆的炒作 解放军士兵在藏南地区实际控制线附近 越线被扣 印度news18网站8日称 印度挫败了中国军队的入侵 并短暂拘留了数百名解放军士兵 报道引述所谓印度政府高层消息人士的话称 上周大约200名中国士兵潜入印方一侧 并试图破坏无人占领的碉堡 他们在达望被印度军方扣留 后来该事件在军事指规官一级得到了解决 东张地区进行例行性巡逻 中途遭遇了印方无理阻拦 中方官兵坚决予以反制 在完成巡逻任务后返回 该消息人士表示 印媒最近关于中国士兵越线被扣的炒作 只需乌有与事实不符 此次事件印方蓄意挑衅在先 歪曲抹黑在后 严重违反双边协议协定 责任完全在印方 解放军媒体官方微博账号 前正平迟发文称 印媒似乎对编造炒作中印边境问题特别偏爱 不时就渲染一下紧张氛围刺激一下民粹情绪 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害人害己 望印媒今后一定要注重节操 印度斯坦时报九日称 印度政府对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了澄清 在此次事件中 没有中国士兵遭到拘押 也没有建筑设施遭到毁损 印度快报称 一名印度防务官员称 此次事件就是双方不弃而遇 前方表示 东张地区是中国固有领土 我们在这里进行巡逻 维护边境稳定是完全合理合法的 印方在这个问题上明显是蓄意挑衅 印方在阻拦中方部队时遭到反制 却反而借机炒作所谓 中国边防部队越线被扣 反映出印度还没有从去年边境冲突风波中吸取教训 环球时报记者日前前往中印边境某线采访 当地一座边境村的村民说 印度士兵多次越线至该村附近活动 印度人的惯用伎俩就是在大树和较大的石块上 用英文写上他们的标语 想通过刷存在的方式蚕食中国的领土 每当看到这样的标语 村民就会把印度人写的内容全部抹掉 用中文写上我方的标语 印度这个行为呢 也是不得不防啊 这件事让我想起来了 就是中国在南海南沙群岛的一些岛屿 南沙群岛的第二个岛屿叫中叶岛 在1945年的时候 国民党政府不是开着美国的舰艇 到南海去收复这些岛屿吗 这些岛屿呢 都是用美国的舰艇来命名的 其中南沙群岛的第二个岛屿呢 叫中叶岛 就是用美国的一个舰艇命名的 那国民党呢 之后也长期都是在这个岛屿上有驻人的 在1971年的时候呢 有一次刮大台风 结果呢 驻守在上面的官兵呢 就跑到最大的那个岛上呢 去躲避这个台风 但是呢 半个小时以后 菲律宾就上去站了 本来国民党这边呢 就想回去把它夺回来 结果呢 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给阻止了 说不要刺激菲律宾 结果从那之后呢 这个岛屿 至今还在菲律宾的手里面 所以说呢 印度所使的这一招啊 就过来在石头上写个字什么的 也不得不访 他过来写个字 然后以后你要不给他擦掉的话 他可能就以此为凭证说 这是他的底盘 我们再来看环球时报的报道 用身体战成祖国的戒碑 就在印度媒体大肆造谣炒作解放军士兵 越线被扣的报道以后 中国社交媒体上 9日出现了疑似去年加勒万河谷事件中 被俘印度士兵的图片 一些照片显示 大批鼻青脸肿的印度士兵 在全副武装的解放军队列中间行走 这些图片立即在印度 及国际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有印度网民拒绝相信这些图片 有人声称这图片是假的 印度人没那么黑 也有人称 为什么印度官方不泄露一些中国俘虏的照片呢 还有印度的网民哀叹 我们在信息战和娱乐战中失败了 我们没能在网上反击这些错误的信息 前锋说 对于印方的挑衅和印度媒体 长期以来不负责任的造谣声势 这些图片告诉印方 同时也让国际社会知道 中国有决心也有能力保卫自己的领土 和维护边境和平稳定 他强调印度政府有能力 对本国造谣的媒体进行约束 印方如果想要中印边境保持和平稳定 让中印关系回到正确轨道上来 印方军政部门应该管束一些官员 对这些媒体的爆料 在网上流传的照片中 还有一些我军边防一线官兵 用线写写下请战书和遗书 环球时报记者日前 在中印边境的采访过程中 亲身感受到了戍边官兵 誓死捍卫领土的决心 在某一线上所 战士们的请约书和加勒万河谷 战略英雄的照片一同贴在墙上 一名战士在请战书中写道 我请战到一线没有戒碑的地方 用我的身体战成祖国的戒碑 以上呢就是环球时报的这个报道 我们从这个报道上来看呢 印度的媒体特别爱造谣 他们这些媒体呢 就和美国的媒体一样了 他们就特别的爱造谣博人眼球 再又是呢 他们的一些政客呢 也喜欢造谣博人眼球 刷存在感 美国的那些媒体对吧 川普不是最爱指责他们假消息吗 经常在白宫的记者会上 就指着他们的鼻子说 假新闻假新闻假新闻 全是假新闻 尽造谣 以前的时候 中国人还特别相信 美国的那些大的媒体 好像是他们最可靠似的 而事实上呢 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美国的那些媒体呢 都不可靠 我有的时候呢 我就是来用美国之音的文章 网友还有意见 网友说美国之音说的话 也能信吗 然后我用德国之声 然后大家也说 德国之声能信吗 德国之声和BBC一样都不能信 印度的这些媒体呢 也是造谣声势 那中国把这些图片放出来以后呢 还说那是假的 屁的 说印度人没那么黑 印度人没那么黑 难道中国人黑吗 然后说是造谣说 抓了中国20多人 然后照片拿不出来 让印度的那些民众呢 就急的直挑脚 印度人很讨厌的 印度人从来就很讨厌 还记得1962年 中国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吗 当时也是跟现在一样 老是对中国这边搞事 老搞事 老搞事 就好像那癞蛤蟆 跳到脚被子上 对吧 不咬人 他个影人 毛主席那会儿呢 说是想了十天十夜 也想不出来 印度到底为什么呀 为什么老搞事啊 后来有人就给毛主席提建议说 印度呢 这其实他们就是觉得 中国不会对他们怎么样 毛主席一想呢 可能就是这么回事 是时候应该给他们一个教训了 所以呢 62年就跟他们打了一仗 打完了以后他们老实了 老实好几十年 现在呢又来了 又应该收拾收拾他们了 不收拾他们不行啊 我看了还是及早的收拾收拾他们吧 以后我们还有解放台湾这大事要干呢 对不对 好 我这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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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